今天希望把這一段函數把它轉成VBA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所以最後的話希望清掉然後把它顯示出來的話 顯示的話當然一樣喔 我們其實可以分幾階段來做 第一階段的話就是 當然因為我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我就不要重做了 我們就沿用前面的東西 會變的話就中間這一塊 那你想說老師那如果全部都要不一樣 比如說這邊我都不要做 直接就丟給VBA那沒關係 你自己再想辦法把 右邊的這些東西變出來 你就不需要連這一塊的東西都可以把它delete掉了 但是這個延伸性練習我想請各位自己再去發揮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說真的喔 永遠好像沒完沒了的 有同學老師這個地方怎麼了 沒關係你如果想到沒關係你可以試做 那如果你實在試不出來沒關係你可以再提出來問 這樣比較好啦不然我發現這題目有點沒完沒了的 好那如果說我今天的需求是這樣 我這個沿用剛剛的 所以這個下拉清單我是直接把它複製貼過來 那這個也是直接複製貼過來 只有中間這一塊呢我把它變兩個按鈕 也就是當我按下這個按鈕它會自動跳出類似像這樣的結果 OK然後一個清除啦其他的沒什麼變 也就是說呢主要是如何把 這一串公式 變成VBA OK所以剛剛的這一串公式喔 那首先當然喔我們一樣喔可以把它用 怎麼講 最早是數字表格 1到42所以第一步喔 我如果今天希望能夠把數字表格畫出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就是讓它1號有沒有 移動 假設假設換這個 假設2021的 1號應該換到這裡所以 要怎麼樣剛好讓它移到這邊 然後直顯 就是 移到這邊然後再來就只顯示 1到31其他不要顯示 那所以第一階段我們來看 首先一樣V就BASIC 那寫的程式打一樣這個部分喔 類似像前面的做法 1 先按右鍵喔 我前面講過啦 反正這個我就不再追溯 就是開發人員 VIO BASIC 然後呢 再開啟VIO BASIC 如果你要寫一個程式的話 那第一步要寫什麼 還記得吧 就是先按右鍵插入模組 如果你假設 我把它移掉了 重來了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再來的話就是如果我要做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要換連力 一個按鈕叫做萬連力清除的話 那我就堆 SUB 然後呢 萬連力 反正呢按鈕名稱 就是在SUB後面 Enter一下 這樣就有頭有尾 那如果說我要輸出什麼 輸出那個 1到42的表格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很簡單 我前面好像有寫過啦 以後你們慢慢習慣 FOR I的話是哪一列 我從第3列到第8列 所以FOR I等於第3列到第8列 列的話我習慣用 I NEST Enter兩下NEST 然後在裡面 按個TAB FOR J的話 J的話是指的是哪一欄到哪一欄 第1欄 到第7欄 一樣Enter兩下打個NEST 由I決定他的 什麼呢 他的列 由J決定他的欄 那特別注意喔 J有點像是 函數裡面的Column I的話呢有點像是函數裡面的RAW OK 所以喔如果我今天要輸出 輸出的話就是這樣 SELS 哪一列 第I列 哪一欄 J欄 指的就是喔 所以喔 SELS I 這個I 豆點J 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那他會先輸出這一個 再輸出這一個 先輸出這一列 第3列 再換下一個這邊第4列 一直到第8列 藍的話就是1234567 OK類似這樣 那後面的話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你要輸出的資料 但如果你要清除的話就這樣 所以其實你這個寫完喔 你可以先把這個複製到 下面 那這個就是萬年曆清除啦 不過清除這個地方喔 你也是可以把它改寫 乘用RANGE 因為這個好像其實 範圍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它改用RANGE 更快 RANGE一行就好了 至於怎麼改喔 剛剛有講過喔 有沒有 就RANGE A3 A3 帽號 D G8 然後等於空置串 這樣一行就可以了 結果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而且喔 執行效率更快 為什麼 因為 啪一下子全部OK的喔 不過沒關係 那 重點是這個啦 如果你放一個追好了 其實放個追的話 指的就是1到7 有點像是COLN 有沒有像這樣 1到7 那如果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要 1、2、3、4、6、7 然後下一列 就是加7的一倍的話 那做法喔 我剛剛講過喔 其實你可以把I 就是之前的RANGE 所以就加上什麼 加上I就是RANGE 減掉3 為什麼減掉3 因為 它現在在第3列 就是前後刮弧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乘上多少 乘上7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喔 這個公式跟剛剛的那個 公式還蠻像的 只是把J 把COLN換成J 把ROR換成I 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 OK 有轉過來嘛 OK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1到42就出現了 所以喔 這一串喔 跟剛剛的這個 這個 還記得吧 這個COLN跟ROR 乘上7 有沒有 那再來當然我要減掉 這個位置 L4 加上 1 所以其實喔 一樣的道理 如果我要 再把它 像剛剛一樣 把這個 1 移到這裡來 那我可以怎麼做 把這邊呢 減掉什麼 減掉 哪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是多少 L3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抓到VBA裡面來的話 那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Range 當然你用Sales 不過用Range可能比較簡單 用Range的話 直接跟他講說哪一個儲存格 但是記得是一個文字喔 所以前後一定要雙引號 然後後括弧 那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這個裡面 的資料喔 L3裡面的資料 抓到這邊來喔 所以抓過來的話 這邊就是3 不對 抓錯了 應該是下一個 所以應該是L4啦 我寫錯了 應該是L4 有沒有 L4 把6抓過來 記得再把它加1 因為他原來 位置有1 所以加回去 好 那這樣的執行的話 會不會得到 1就移到這邊 然後前面就變負的 看一下 如果OK的話 有沒有發現 1就在這裡了 然後這邊變負的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還蠻多地方相通的 那最後的話呢 我希望可以把 小於 1 大於 L3 的資料 把它清掉的話 那如果在VBA怎麼改 其實VBA一樣 VBA的寫法 VBA的if 是寫成這樣 if 如果 if 什麼呢 if 所以 這道理一樣嗎 if 所以 這一串 所以如果這一串的結果 那就這一串的結果 複製到這邊來 這一串的結果 複製到這裡 這個的結果 小於 1 那或的話記得 在 Excel裡面是寫在函數里 可是在VBA是寫在 1幅的中間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條件 那如果你有第二個條件的話 你就寫在這個後面 or 然後 第二個條件就是 一樣 小於一這一串 把它複製到這邊來 然後後面 大於 大於哪一個 大於 L 應該是L3 所以 一樣我就是 這邊打L3 如果偷懶的話可以拿這個複製 改一下 改成L3就可以了 那記得 尾巴一定要加一個 THEN 然後做什麼 OK 所以 比較融長一點點 一副 第一個條件 大於 小於1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條件 好像蠻像的 或 或寫在這裡 中間 第二個條件是 大於L3 然後做什麼 然後的話呢 如果這兩個條件出現 那我就是 做什麼事 反思直接先打 else 反思 寫在 else的下面 然後最後結束 endif 所以如果是兩乘式的 那我們就寫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 把 第一個就是 再來的話最後寫完的結果 再長這樣 然後執行一下 所以最後的話你可以看到 這個清除 然後輸出結果 那你會發現 這個就是 1 到31 沒錯 那如果2月的話呢 那應該是 跳到這邊 按一下 OK 他就是 2月的 那3月的話應該就是 假設我3月 然後按一下 他就多這個 以此類推啦 如果4月的話應該是 從這一天嘛 所以4月1號應該是 放到這邊來 沒錯 這邊 總共30天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把剛剛 這個 函數 轉換成 VBA的話 那總共的步驟 不外乎就是 我有把那個 相關的步驟 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所以 第一步的話就是 直接這樣子 這個是輸出 輸出那個1到42的數字表格 所以數字表格 第二步的話就是輸出什麼 輸出那個 再加一個條件 就是加這個 減掉L4加1 當然我是寫在這裡啦 其實我剛剛才是寫在這裡 其實寫在這裡跟寫在這裡 其實意思一樣 不過我把它統一好了 放在這裡 然後再來就是判斷 那判斷相對是比較 比較難一點點的 所以我把它 上個顏色 我擔心各位 最難的就是這一段 然後這個是 原來的東西 就是這個 後面是一個條件 然後這個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一樣是 有點類似像剛剛那個 公式貼三次一樣 這邊一樣也有 出現三次 OK 所以這是第3個 123 那當然 其實 這一段乘4嘛 還可以再精簡 不過啦 有的同學覺得好像 不精簡 也沒關係 但有的同學比較習慣精簡 所以我這邊有補充一個就是 可以再把它精簡 簡化 的寫法 就是多一個變數 把剛剛 重複的東西 先丟到X 然後再拿X做比較 這樣也是一個寫法 OK 不過 有同學好像 覺得剛剛那個已經 夠簡單了 如果你可以自己比較一下 你 如果覺得 這樣寫 有沒有你會發現 因為剛剛這一串公式 出現三次 所以我們其實 假設啦 你不希望 結果一直重複出現的話 那有個辦法 就是呢 你可以產生一個變數 X 把這個得到的結果 先丟個X 然後就是用X去比較 X小於1 X大於L3 那就是最後輸出X 這樣有沒有 好像比較簡單 所以 總共會有三段乘4嘛 那請各位 慢慢熟悉一下 最後 OK 大概先到這裡好了 那因為後面其實還有 還有一個部分 蠻重要 因為 其實這樣寫完 應該已經沒什麼問題了 不過 馬上就有同學說 老師 那這樣很麻煩 你那下拉清單 點下去之後 那你還要再按一個按鈕 才能夠顯示最後的資料 這樣好像有點不太 怎麼講 不太人性化 是不是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就是直接乾脆當他下拉清單點下去的時候 不用再多按個按鈕 有沒有 這樣不是更OK 那如果說 不需要再點一下按鈕的話 那等於是連這兩個按鈕 都不需要了 對不對 那可是要怎麼做 這個我想等一下再看好了 如果這個OK的話 那以後呢 VPA這樣 可用性就大大提高了 因為以後你在工作上 你就可以先寫好 然後之後再把它變成下拉清單 有沒有自動帶出你要的資料 比如說你要1月份的報表 按 馬上就OK 2月份的報表 自動出現 其實如果你老闆 以後你也給他這樣操作 他就 很棒耶 這樣的話每個月我要看什麼資料 直接下拉就好了 哇感覺可以讓他變得很懶惰 有沒有 懶人嘛 其實我發現大家都很喜歡當懶人 最簡單直覺 馬上看到結果 可是怎麼做 OK請各位試一下 因為這個相對是比較 複雜一點 所以有些程式 請各位再稍微 看一下雲端白板 我又把它分1234 四個段落 你們在自己再比較看看 如果說有些地方不太清楚 你可以先直接拿雲端上面的程式 複式貼上一下 但是複式貼上不是就等於 就不用 重做喔 貼上可以讓之後 再來呢 就變成你要自己把程式 掉 自己再寫一遍 OK 如果你在寫一遍 也OK的話 那表示你真的學會了 剩下就是熟練他 其實寫來寫去啦 你會發現我的程式碼 都有一個共通點 而且邏輯 風格 寫的方法 基本上都一樣 也就是以後啦 你只要函數做得出來的事情 也可以馬上轉成VBA 是絕對不會有問題 OK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OK 那剛剛那個畫面如果沒有切到的部分 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對應的程式嘛 那各位也可以先參考一下 如果有問題 也可以隨時再提出來 OK 剛剛 這個 切的時候 分享 畫面沒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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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